郭昇社区中心正在4月份 先后在罗兰江市和星凯博士举行废油回收换取礼品计划 鼓励自行换机油的民众回收废油 循环再造 郭昇社区中心今天特别举办记者会 向媒体讲解活动的详情 知心汽车维修技术师 汽车维修中心负责人陈宝华指出 从汽车换出来的废机油随便棄置 可以污染水源 因此鼓励市民回收废油循环再造 为了鼓励更多市民 自行换机油不随便气自费机油 郭昇社区中心中委4月份 在罗兰江市和盛凯博士 举行费油回收换取礼品计划 市民在活动当日 只需要携带超过4块的废机油 就能够获得相关的礼品 你只要拿你的废机油过来的时候 我们会送你一个专系装废机油的桶 和漏斗和一个末布的 希望鼓励民众可以废物利用 今年4月11号和19号 郭昇将分别在东区的 罗兰江市O'Reilly Auto Parts 和升开Box 位于各星中心对面的Mission Express Loop 举办飞机油回收活动 长程请致电各星社区中心 626-286-2600 天哪维士记者你好请 创工报导